持续的疫情让日本民众不再像往常那样 兴致来了就出门撸碗拉面 小桌几杯只能下班就回家做饭 这个社交危机也成了一些博主的流量商机 不少油管美食博主的教学视频都出现了点击量暴涨 于是乎宅男们珍藏的宝藏 美食博主熊主食也小小的出圈了 有一说一 现在在油管和Ns教做菜的博主并不少 瓜妹以前也安利过一些 熊小姐又有什么特殊技巧 杀出重围成为宅男杀手吗 瓜妹先是看了她的出道做 是大蒜炒饭的主食教程 将大蒜 洋葱 猪肉等材料切成小块 放进锅里炒熟 难度细数顶多只值两颗 博主细致地演示 一切都在安静中悄然进行 这个美食教学视频从头到尾都很正经 但是当你滑到留言区 就会发现这里 已经被网友们的大字报攻陷了 到处都是浪叫 大米好显眼 当然了 也不是人人都这么直白 也有一些婉约派黄色诗人 在淫晦色情的边缘试探试探 圆圆的很漂亮呢 我说的是炒饭 虽然跟视频内容无关 但是料理看起来很好吃 也有少数一身正气的网友觉得这成和体统 现在是用胸都能做料理的时代呀 这个视频 是美食视频 虽然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但是博主也没有下场玩梗 而是专注创作 兢兢业业地做他的美食博主 分享各种主食教程 其中有可以抓住男人味的爱心蛋包饭 教大家买成品珍珠和合装奶茶 做珍珠奶茶的小学生教程 获益日本连锁串烧店 鸟贵族的特色菜 山芋铁板烧 对于博主的冷处理 有的人会觉得他不想被讨论身材 希望大家专注他的视频内容 回复时就会表扬他做的菜 但对某些好色网友来说 这只会被他们解读成钓鱼和放纸 为让他们越来越骚 食欲和性欲的双面夹击 这就是日本人的变态文化 到后来可能是实在受不了 黄色诗人和乌学家们的调戏 不再录制金枪于饭那一集 换下了固定的纯色T恤 第一次穿上有蚊子的T恤 向他们发出告示 瞬心看我做的菜 然而 这样有趣的隔空交流 这样的苦心孤意 并没有达到有用的效果 相反地 闲师老门第一次看到他的正面回击 纷纷沸腾了起来 网友杜不见评论道 真的好大呢 T恤绷得这么紧会很麻烦 不如脱了他 这是微微 看我做的菜 这只球太过了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也有网友担心道 这样会产生反效果吧 不过 无论大家对这种方法是暂时谈 正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 就没有关起来的道理 用过一次胸部弹幕的博主 也无法一键还原到过去 既然大家都看着胸部 那就用这种注意力来变现吧 在下一个视频里 他又穿上了广告招募的文字梯 对于这种变现方式 宅男们简直是喜闻乐见 觉得他是确信犯的点个赞 我是一名经济学家 我认为如果将广告放在胸前 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广告效果 第一眼看过去就是广告招募啊 卧槽 刚开始大家可能以为他只是在玩梗 但是在互联网这片魔幻之地 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展开 所以他真的接到广告了 他先是挥舞着香蕉 是日本全国房屋建筑交易协会的官方推特 接着又横跨到能源印 捧着牛肉推广续电池公司 更让粉丝们猛难落泪的 还是他通过一系列广告 承包了粉丝的一生 他会一边教大家做日本的国民家常菜 奶油炖菜 一边告诉大家 无论你是有什么废旧物品 可以找某某公司进行回收 感到人生迷茫时 看完姐姐的六角形烤肉视频 就去找六边形算命师算算 瓜妹还真去搜了这个算命师 结果差点被他新奇的表情管理 吓到打爆屏幕 不过作为一个被宅男围绕的活主 他深知粉丝们的最大痛点 还是在三次元的世界难逆真爱 于是他通过各种广告 对他们的恋爱生活进行全方位的关怀 在包着寿司的同时 他会发蛋木T恤告诉他们 别对着屏幕空虚寂寞冷了 快找某某恋爱讲师 修炼追求美人女友的高招 当阿宅真的有进一步发展 冲上本磊结束单身时 又会看到他拿果冻粉 水果罐头和苏打水等半成品交作果冻 并且奥娇弟表示 是处男就别搜XX大师 试问这样从新出发割韭菜 每一刀都饱含着人文关怀的爱斗 世间有几何 更难得的是 他还从线上走到线下 利用大家对凶器的关注 传播科学的男科健康知识 成为男粉们的指路明灯 迷失在新桥的男粉 别怕 认真看看她的广告 一滴治疗请往西出口处 由此往前200米 就这样 熊小姐平胸器成为另类美食博主 时不时发些广告和生活日常 小伙伴们要是想学些 简单的一人份美食 看她的视频就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不喜欢开黄枪 记得不要滑到满地狼轿的评论区 对于这种平胸出圈的行为 因为无法判断她是事先策划 通过一步步的剧情发展来吸粉 然后贩卖软色情 还是因为粉丝都致在意她的凶器 才顺势而为利用身体做武器 无论如何 起码有一点我是佩服的 那就是她居然受得了这么多黄枪 每次看完她的评论区 只想洗眼消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